右边是日本M大使本场比赛 胜队拿5100 败队拿900 感谢蓬佩的热干面战绑 谢谢蓬佩的热干面 破费破费了兄弟 对面是日本的M大使 不是MOK啊 MOK现在还在排队休息啊 今天晚上是中国队对战 日本队的三对三的组对赛 每个队是36个B 36B对战36B 小孩是作为中国队的中间出场 日本队的手里大将 M大使第一轮出战了 埃尔里斯可以说是M大使的绝对的主力 主力 又是一套确认 哇哦哇哦 还有机会小孩 这里小心地方的中段 下排两点 小孩这里想赌一把中 但是出不来啊 日本的M大使 大家晚上 今天晚上对局左边是中国小孩 右边是日本的M大使 欢迎消失光环 顺应是小孩的 我操这里又判断失误了 1 2 3 连续怎么 连续又得错 连续两次判断破了 这把还有偷下团吗 那这小孩有点麻了 筋都打麻了 这是啊 所以现在是只剩最后这 不到两个的血量了 对面还有三 仅仅四个血量 把紧急攻小孩 跳ZD counter 小鸭直击压力向 原地又是前脚掉ZD 解决了小孩的中间了 又是中段 好的小孩想到一个Z头 578真跳B下B 这个ABC 滚了 拿下艾丽丝 还有梁光雪 那现在小孩的变化 只剩下一个八死 要羊 6多 你们觉得这把 小孩能赢吗 又中跳跃中腿 则逆向成功 对方还有两颗技 我你妈 哎呀 不好啊 小孩这里危险了 能拿下对方吗 哇 空中他可以变招的 我去 一个偷袭 完了 小孩今天的话 是领先了对方离弊 不要着急 毕竟是M大师 是吧 不要慌 谁能笑到最后 那才是真正胜者 比赛现在还不到一半呢 不要着急 要给选手们时间 做调整 成功 凹下漂亮 独队了 确凡 一个全世界 马上再次偷下盘机会 开PC 可惜没有资源 可惜呀 没有资源 朝铁灯 打康 这么领的吗 这招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确凡他呀 收招太快了 差点差点差点 刚才下盘 轻腿点到之后 没有确认BC 还想得中转 小孩这里防守成功 骗到一个低头 点打呀 大哥 你早就应该了 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对局 小孩对待日本的M大师 比分打到现在是小孩拿到地方两个币 对方拿到小孩一币 感谢彭飞 莫阿的加油 谢谢彭飞 连续两个回神之路 跳得低压制 保持压制 继续结构 大师现在只能说赶紧AB拉开距离 重新调整一下双方的节奏 偏到低头 被小孩拆头 哇 现在双方都缺 缺一个机会 对手能不能给他们 一个机会 偷下来机会 就是清脆点的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我会提示你 信不信 机会再次把一个反击头 偷下来 没有用 M大师的对战经验 是非常丰富的 小孩腿都抽进了 看没有 预知预知在点的 罗开比飞取消 直接 俱乐部飞镖 那么现在拿下了 日本M大师中间顺应了 大家觉得小孩能赢的朋友 刷一个6 觉得M大师能赢这一把 刷一个9 八神又开了 BC了 现在这波BC给小孩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啊 这么巧 来咱们来看平常比赛 左边是中国小孩 右边是日本M大师 加油 小孩 吹一笔大 还有一个钻石精神拳 打不死 M大师五七八神 没了 给小孩刷个蛋 兄弟们真的不容易 啊